哇,刚刚那个好神奇啊,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火山,这的确很神奇 但是,你别看它爆发起来有多么精彩 因为它光相样力的外表下,有着极强的杀伤力 这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呢?又为什么危害人呢? 看来你对火山的知识还不够了解 不如让我来解释给你听 火山的形成 主要是地球内部存在大量的放射性物质 在自然状态下衰落,产生大量的热 这些热无法散发到表面 温度不断升高 这会使地壳变动 形成表面雏形 这个作用称为引力 在板块的交界处 因为刮风下雨 里面的岩石因抵挡不了地心引力 岩石圈会比较破碎 从而崩塌 直至把岩石融入高温融化的状态 这些岩浆一旦冲破地壳 喷出地面 就会形成火山 因此火山具有特殊的形态和地质结构 火山的种类 火山可以分为死火山 消灭火山和火火山 在一段时间内 没有出现喷发式进的火火山 叫做税火山 世界上约有1500座火火山 但海床上也有无数座火山 大部分火山 不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水下 都位于板块的交界处 火山爆发的起因 始于地球深处的核心 当高温物质上升到地球浅步时 由于压力减少而发生的部分融融 在外力作用下 这些融融物质汇聚在一起 并在地球前部形成岩浆囊 当岩浆囊的压力大于地层的压力时 岩浆就会险着断层或薄弱的地方冲破地壳 造成火山噴发 接下来让我们做两个模拟火火山爆发的实验吧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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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